吴老大 你要干什么呀 小和尚 童老来了吗 吴先生 你刚才不是说 童老已经先世了吗 再说 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小和尚了 我 说来惭愧 童老到底死了没了 谁来了 谁来了 你先放下我 你 童老他却已先世 他的遗体已经运到了 接天桥边 待会儿大伙儿就可以一同见到他的遗戎了 小僧来这儿 是给童老办后事的 各位都是姥姥的旧部 我劝各位 不要再寄怨恨 以前种种的什么仇怨 就一笔勾销好不好 那笔勾销 你算什么勾销 听说吗这个说 你算什么 这些人滚死啊 各位 就算跟童老真有什么深仇大恨 他人都死了 就不要再怀恨了吧 口口声声 老贼婆 未免也太难听了吧 哎 顾先生说得对 童老确实死在他师妹李秋水的手下 哎 人生如梦幻泡影 老了他老人家虽然武功盖世 最终也难免攻散弃绝 化作黄土 那无无能脱佛 难无关心 吴老大 把他放开 再不放开 我要你的命 好小子 算你狠 把吴老大记住今天的事 吴老大 来日不论你出什么题目 接着就是了 说起过去 这不是王姑娘的画像吗 哎呀 哎呀 可惜我没有这么一幅王姑娘的画像 哎呀 可惜我没有这么一幅王姑娘的画像 相相对 倒也可以稍微相思之苦啊 小徒女 老贼婆临死之前 都跟你说些什么 你是问 姥姥临死之前 说过些什么 对 她 她 她说 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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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大笑了三声 然后就咽气了 你 什么她骂的不是她 哈哈哈哈呀 她到底说了些什么 臭小子 这位前辈 你提到她老人家的时候 最好稍存敬意 不要胡言乱语 我就要骂她老贼婆 怎么样 我砍死你 我 你 哥侠为何出手偷袭我 这位小兄弟怕是 唯一知道如何解生死符的人 老兄要是一时兴起 把他杀死 众位兄弟身上的生死符 催起命来 老兄如何交代 老子要殺就殺 關你屁事 小兄弟 通老臨死之前除了說不是他 和大孝三生之外 還說了些什麼 這 這個 小兄弟 通老到底說了些什麼 你告訴我 我捉不凡 一定不會虧待你 你當真不說 不 不好說 我這門派中就只老夫孤家寡人一個 自會見門三代六十二人 三十三年之前 便給天山同老殺得乾乾淨淨 我這人無功了得 我得想辦法把他們召到我的門下 日後光復大燕國 就更有實力了 小兄弟 我這幾招劍法 傳給你如何 卓先生 你童老的遺言 只跟我一個人有關係 還 還 還跟另外一個人有關係 但是 跟在座的各位 實在是沒有半點關係 你的劍法雖好 我 我不想學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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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竹賢 你先從密道回去救宮 把習慣打開 瘋死聽門 把這幫炭賊一網打盡 記住 大廳裡有個叫虛竹的 是我們的新主人 去吧 好 這個 小兄弟 你的心事我全知道 郎才你貌啊 真是天造地設的一隊 這樣吧 由我全力主持 將這位姑娘配了給你做妻房 即刻在此拜天地 今晚便在靈舊宮中入洞房 郭先生 您誤會了 您千萬別誤會 我 難道當婚女大當嫁 這是人之常情 何必怕羞呢 我誤會 你快躲開 讓我打她一陣子 好 好 你菩薩過疆 自身難保 你居然不自量力 來做護花之人 小兄弟 看中這位姑娘的人 可著實不少啊 我先動手給你除去一個情敵如何 你不可 端公子 端公子 你怎麼樣了 端公子 我希望 你和慕容公子 百年齊美 百頭香 卓先生 不好意思啊 這位端公子是好人 你不可以傷她的性命 小姑子 母賤 小姑子 你的傷是皮外傷 兩三天就好了 王姑娘 你是為我流淚嗎 我端玉有今日 就算他再賜我十戒 你是值得的 我端玉有今日 臭小子 臭小子 你太多事了 別別別別 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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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您怎麼會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我從心裡 我的天啊 我從心裡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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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 来 郭先生别打了别打了 不打了不打了 小僧行事鲁莽 还望先生海涵 海涵 佩服 不不不不不 佩服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要提 站住 灵鸣宫这地方是你要来便来 要去便去的吗 哥哥 奴婢迎接來遲 請主人恕罪 姐姐快快請起 請起 請起 奴婢逐劍 禀告主人 現在靈舊宮的大門已封閉 各處機關均已啟動 這些大膽造反的奴才如何處置 請主人發落 我 我 臭小妞 發什麼眼 你嘴邊最好放乾淨點 走 三哥 你沒事吧 媽的 靈舊宮的人下屬真癢 要不是我躲得快 我的胳膊就完了 快 別讓他們跑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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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兩個叛賊 還不乖乖扔下兵器 天后主人發落 發落 剛才是誰躺的地下等著發落 不是我們吧 哼 奶奶奶 這靈舊宮觸觸透著邪門 老子倒要看看 你們到底有多大本事 好 那今天就成全了你們 快 走 追 她的生死不發作了 沒有通勞的解藥 她是必死無疑啊 師父大高 我好了 我身上的生死符解去了 恩公在上 請收三下一拜 這可不敢當 快快請擠 快快請擠啊 救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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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起來啊 快起來啊 你們都起來 徐先生徐先生 求求你了 你救救我們吧 求求你了 你救救我們吧 好 大家不要再吵了 不要再磕頭了 咱們就請徐朱先生 戒毒救命吧 主人答應給你們解除生死符 那是他老人家發慈悲 可是你們大膽作亂 害得童老離宮下山在外掀事 你們又來供打飄渺峰 害死了不少姐妹 這筆章又如何算 這位姐姐說得對 我們罪孽深重 徐朱先生 我們甘願受到你的責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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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陣 老四 我擋著他們 你去寄姑子和王姑娘出來 好 休想 我 我 好 怎麼還不走 走不了啦 你們被封死啦 干受徐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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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受徐朱先生 你 你說該怎麼辦 这些都不是好人 害死了军天部那么多姐妹 非叫他们偿命不可 姑娘 姑娘 我们做错了事 现在因事后悔莫及了 求姑娘大人大量 向虚如先生美言几句 美言几句 这些朋友要来攻打飘渺风 小弟一直急不赞成 只不过说干了嘴 劝也没有什么用 现在小弟要向仁兄讨个差事 就由小弟来责罚他们一番如何 好啊 段公子 你是读书人 懂得道理多 你肯出眠料理 小僧感激不尽 好 众位所犯过错实在太大了 在下定的罚则一定不轻 第一 大家必须在同老林前 恭恭敬敬磕八个响头 忏悔前妃 磕头之时 倘若心中咒骂同老者 最佳一等 这条罚得好 八百个都行啊 一二 大家必须在军天部诸位死男姐姐的灵前磕头 莫念忏悔 还得在身上劈块麻布 无丧至爱 好 我必须招办 招办 第三 大家必须永远臣服于灵鹫宫 不得再生异心 须竹先生说什么 大家便得听从号令 不但对须竹先生要恭敬 对灵鹫宫的姐姐妹妹们 也要客客气气 化敌为友 不得再动刀动枪 倘若有哪位不服的 不妨上来和须竹先生比划比划 看是你厉害 还是他高明 端公子定的三条法杖 我们一一照办 端公子给我们定的惩罚 这只太便宜我们了 不知还有什么吩咐 没有了 在下定的三条法则怎么样 太好了 谢谢端公子 主人 你是灵鹫宫主 不论说什么 婢子们都得听从 你气量宽宫 饶了这些奴才 这是他们的运气 我还有几句心里话 不知道该不该说 三十六栋七十二脑 一向是飘渺风的下手 尊主有什么吩咐 谁也不敢违抗 端公子定的三条法杖 真是宽大致志 是 尊主定有什么责罚 我们甘愿领寿 甘愿领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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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 在下年轻时浅 甘愿领寿领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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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愿领寿领寿领寿 这是在下的一个请求啊 不 不是什么命令 不 不是命令啊 孙主有令 今后我们众兄弟在江湖上行走 碰见少林寺任何师父 不可得罪否则言臣不赦 同志 在下 在下真的是感激不尽 这个第二件事呢 就是请各位 体念上天好生之德 我佛慈悲为怀 今后 不要动不动就伤人啊 杀人啊 何弃为贵嘛 郡主有令 灵鹫宫属下众兄弟 不可随意伤人 否则言臣不怠 说计 在下 在下 当真是感激不尽 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今后各位多做好事 不做坏事的话 那也是你们自己的功德善业 必会有无量福报的 主剑姐姐 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平息 那就请你 把大门的机关给撤了吧 是 吴先生 你的生死符重在哪里 我先帮你拔除了吧 多谢尊主 吴先生快快请起 对了 你上次那个肚皮上的 眼下 我们不宜多数强敌 再和灵鹫宫解园 得快去把那两个人叫进来 我们得赶快想办法 把这个毒解了才好 各位 这只是一场误会 搜 恭喜兄台执掌灵鹫宫一派 今日在下我等不慎得罪了 飘鸣峰 好生惭愧 还望兄台海寒 不知已怪罪于我 哪里哪里 公子文武双全 英雄了得 在下很是仰慕 今天 今天一切都是误会 哪谈得上什么罪责呀 那就好 在下还有要事要办 就此告辞 就不多讨论 走吧 慕容公子请留步 怎么 虚竹先生有什么指教吗 不不不 我哪敢有什么指教啊 我 我只是 只是想 这个 这个 想想想请公子在这儿 多待些日子 也好 向公子多多的请教 在下知道虚竹先生身怀绝技 但我自命还有些本领 还不至于怕了你 既然虚竹先生 想留下我等请教 那么 就请你现在出手吧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留下我 不不不 公子误会了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我我 我是这个 这个 我这个人笨得要命啊 我看小师傅留我们是假 要留美人是真吧 你何不直说 想留下王姑娘呢 你 你在说什么 这 我留什么美人啊 这和王姑娘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个小卒贼 少装傻 你逼迫着大大小小百十名女子做你的妻妾情妇 还嫌不够啊 你竟敢打我家王姑娘的主意 我告诉你 王姑娘是我家慕容公子的人 你赖蛤蟆莫想吃天鹅肉 死了这份心吧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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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这个意思啊我 我们走 公子慢走 怎么 阁下还想亲自指点几招吗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这个 我 我 我 走 走 主人 你在干什么呀 两位姐姐 这几天 我想通了 我自幼是个孤儿 一直住在少林寺 是师父跟方丈把我抚养长大成人 我要是这么离开少林寺的话 太忘恩负义了 我必须回少林 向方丈和师父们领罪 这才何道理啊 主人 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临旧宫还要你来当家呢 是啊 主人 我必须回少林 我们姐妹是来服侍你的 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你要是不要我们了 那我们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我 我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我犯了很多戒 我必须回少林寺领罪 要不然 要不然 主人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主人 请你留下来吧 你要是离开我们 我们就常归不起 主人 你不能离开灵鹫宫啊 你要是走了 那灵鹫宫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 主人 你不要抛弃我们 对呀 这么多姐妹 还需要你啊 你不能走 你们 你们 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啊 你们 你们要是这样的话 我也跪下了 我也给你们跪下好了 主人 主人 你快起来 这样就对了吗 我一切都想好了 咱俩 宫里的事情 余婆和你们都比我清楚 我在这也没什么用 如果有什么事啊 你们自己商量决定就好了 那 那我们也要跟你回少林 好继续伺候你啊 这 简直是胡闹嘛 这 我回少林寺是重新做和尚 和尚怎么能有侍女呢 再说少林寺不让女人进的 所以你们不要胡思乱想了 好了 就这样好了 我还有瓜头呢 让奴婢帮你 一切有劳大家了 主人 如果你在少林寺待不习惯的话 就请你早点回来 我们灵鹫宫所有的步骤 永远听从您的吩咐 梅剑跟竹剑到哪里去了 我想 大概那两个丫头 躲到房间里哭去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 我 阿弥陀佛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小二哥 师父 茶切 谢谢 您慢走 回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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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回岁了 回岁了 师父 叙卒 我看你从小忠厚老实 怎么会如此的不检点呢 师父在上 弟子深知罪孽深重 只不过 你犯戒太多 我也没有办法替你开脱 你 你自己去到戒离院领罪吧 是 弟子虚竹 恳请长律长老赐罚 长律师叔有事正忙 你先在这儿跪着等着吧 是 小僧虚竹 违犯本寺戒律 戒律院师叔罚我来菜园挑份劈柴 犯了什么戒啊 犯戒太多 一言难尽 什么一言难尽呢 你一戒一戒的都跟我说清楚 别说你这么个小和尚 就是达摩院罗汉堂的首座犯了戒 只要是发到我这个菜园子 那也得听我的 我瞧你脸上红红白白的 一定是偷吃了荤刑是不是 是 还偷喝了酒是吧 是 你好大的胆子呀 灌了点黄汤 想必你就心愿意马了吧 这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八个字肯定被你抛到脑袋后头去了 你心里想没想娘们啊 我看你不止想了一次 至少也想了七次八次了吧 孝僧在师兄面前不敢撒谎 不但想过 孝僧还犯了银戒 你好大的胆子 你竟敢败坏我少林寺的青玉 我问问你 你除了犯了银戒 还犯了什么戒啊 还杀过人 而且 还杀了不止一个人 师弟好本领 咱们少林是天下五权之源 师弟又常在外边行走 除药未到 尸首伤人在所难免啊 不知师弟练的是哪门功夫啊 说来惭愧 小僧所学的少林武功 已经全都被废了 现在一点也不剩了 师弟 咱们这儿的规矩 凡是犯了戒律 手上粘过血腥的僧侣 做功时 必须戴上手铐脚铁 不知师弟肯不肯戴啊 如果不戴 我去向借了一院 求求情 不不不 规矩如此 自当遵从 好 好好好 师弟 委屈你了啊 忍受忍受啊 谁和尚 你好大的胆子 没想到你这小小的年纪 竟敢如此胆大枉为 什么戒律你都要犯上一犯 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不可 kita 完蛋 好 前部 Not 突 快 回 快 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给我劈柴去 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些柴劈完了 你别想睡觉 这臭和尚 就知道睡觉的 起来 你给我挑水 标地去 我可告诉你啊 每天给我挑一百弹分水 少一弹我打断你的双腿 这 这边 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点 快点 再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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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贼合适 敢当我主人 给我踢谁的 快点 屁啊 快点啊 屁 我告诉你 我打你是败了 帮你回过 多谢师兄教诲 快点 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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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字的脚 尖有小 上头绣着一只白鱼鸟 有心用手去捉它 它又肥了 谁啊 谁啊 别打了 快 别打了 别打了 你要是不答应 或者没办好 我们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埋在菜园子里当肥料 信不信 谢谢 唉 哎哟 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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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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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这个 我来 师兄 还带着脚料呢 我给你打开啊 我的钥匙呢 来 来 我用斧子给你打开 师兄不必 师兄 我是犯戒之人 这些都是我应该的 不不应该 要是应该啊 昨天那两位 那个 那个方丈会怪罪我的 我可是吃顿不起啊 来 来 来 你坐下 我拿斧给你打开啊 这些日子 让师兄受苦了 让你 师兄 我自己可以 师兄 你这脸是怎么了 都怪我啊 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的是师兄 我真开心啊 不不不不 师兄没有错 小僧自作自受 师兄怎样责罚我 都是应该的 我求 师兄 我求你行行好吧 你千万别说这种话了 那个 大人不信小人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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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师兄 你要是不敢原谅我 我 你俩眼珠子可就保不住了 师兄 你说的话我真是半点也不明白 你让我原谅什么 这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我求求你 只要师兄 你不挖我的眼珠子 我来生做牛做马 我来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啊 我 我几时说过要挖你眼珠子了 孝僧在外行为不简 违反私规 所以 戒律院才罚我来菜园子里劳作 以此除罪 师兄这些天天天严格监督 小僧感激不尽 怎能谈到原谅二字呢 师兄姐肯一定不肯饶恕我 所幸 我自己动手 省得受那零碎之苦 师兄 是谁要挖你眼珠子 是谁把你逼成了这样 我 我 我不敢说呀 我要是说了 他们立即会取我的性命 是方丈吗 不是 是戒律院首座 罗汉堂首座 达摩院首座 我实在不敢说呀 我求求你 只要你说一句 原谅小僧的话 我这双眼珠子就在保住了 好 好 师兄 我不怪你了 原谅你了 多谢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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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喝酒 你要不要吃肉 我给你弄点 阿弥陀佛 醉过醉过 师兄 放心 一切罪孽 全由小僧 独自成的 只要师兄 你点点头 我自然有办法 对付那 戒律院的 叫他查不出来 让师兄 你安息享用吃喝 不不不不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 师兄要嫌四里不方便 那就俗心下山去 戒律院要问起来 小僧 就说派师兄出去 买菜种去了 保证为师兄 管得严严实实的 绝对没有一丝破绽 小僧诚心忏悔以往罪 凡是世家级本寺 一切戒律 再也不敢违反 这种事情 还请师兄以后 不要再提起了 是 是 这下没问题了 客官慢走 下次再来 封四弟 这一路上的人可真不少 是啊 不知最近江湖上 又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呢 是啊 这次丐帮大发英雄铁 让天下五人齐聚少林 到底想干啥呀 不知道 不过听说 丐帮那个新任的庄帮主 相当厉害呀 连丐帮那几大长老 轮番上阵都被他打败了 看来丐帮啊 是要向少林寺挑战来 不见的 又倒是天下武功 又倒是天下武功 原初少林他姓装得再狠 恐怕也难敌少林诸位高手啊 我看也是 又来两位 但丐帮这次 是一副有恃无恐的家事 似乎决心要挑了少林 都召回来护院 谁强谁弱 连瞎子都看得出来啊 不然 少林寺能数百年来 在武林中激励不倒 可最有他的道理啊 这么多年来 有多少人多少帮派 想挑衅少林 可结果都是字极倒霉 少林寺这潭水深得狠啊 不错 实在是深得狠 不到二十年的光景 少林出了个乔风 可居贤庄一战呢 少林出动了两个玄自辈高僧 和众多弟子对付姓乔的 可结果呢 不但没有杀了乔风 反倒让人家乔风一个人 就宰了好几十个 咱们赶路吧 就错过了这场热闹 小二 难怪这两天 遇见了这么多人 原来都是去少林寺的 公子啊 刚才听那两个人讲 少林寺那儿有一场 大家课打 公子你看 好 我们也去少林寺看一看 如果有机会 其实天下应好 那对咱们 好 师兄 请用茶 师兄 快坐快坐 小僧怠罪之身 师兄如此客气 教小僧如何敢当啊 你这几天劳累了 这 方丈 名中极重 咱们走吧 好 阿弥陀佛 是不是我饭节太多了 可千万别把我赶出少林呢 都说了 他应该来 今醒目的是早上的故事 是早上的故事 我还来不虎 少林僧众 天下人仰慕少林 不仅是因为少林武学 博大精深 更是因为少林戒律森严 处事公正 可是 最近有个别弟子不守戒律 破坏了少林寺数百年来的清狱 伯弥陀佛 大师 本寺今日有要事 不招待外人 请大师恕罪 敢问两位师父 这座宝刹叫什么名字 大师是初到中原吧 竟不知道本寺的名号 不过大师应该听说过少林寺吧 原来这就是少林寺啊 两位师父告诉你们一件小事 什么事 从今往后 天下恐怕就再没有人知道少林寺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少林寺 今日之后 中原武林就再没有人知道这块招牌了 天主大德 中土高僧相聚少林 讲论武功 实乃盛事 不知小僧能不能做个不速之客 在旁功林高剑呢 高人驾临必死不胜荣幸 土拨山僧揪魔志 参见少林寺方丈 国师亲临少林老衲有失远营 本寺正在处理一些内部事务 还请国师先到迎宾殿稍候 小僧不才 但我远道而来 少林寺的内部事务任何时候都可以处理 小僧听说少林寺七十二门绝技 未必有人每一门都能精通 听国师的意思 当今世上还真有人精通 必派了七十二门绝技 不错 那么请问国师 你说的这位大英雄又是谁呢 大英雄几个字 实在是愧不敢当 你说的是你吗 正是贫僧 国师 你不是少林寺的人 这七十二绝技中的魔科纸 番若掌和大金刚拳 从不外传 国师如何学的 小僧不敢口出狂言 还请玄生大事你指教 大金刚拳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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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班若掌 三入地狱 这是魔科纸的招数 这不是少林七十二绝技啊 这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公 小僧练得不好 还请大师指点指点 国师过签了 阿弥陀佛 天外有天 人上有人 老纳数十年的孔学 与国师的武功比起来 实在是不值一提呀 善哉 善哉 方丈大师何必如此谦虚呢 只是我辈习义不惊 少林武功博大精深 我们还要秦家练习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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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帮纯和尚 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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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你看那小子好像得了花痴 放着山上那么大的热闹不看 跑到路上找什么姑娘 海陀人各有一号嘛 你一喜欢凑热闹 人家喜欢姑娘嘛 我这算什么好热闹啊 看人家段王爷 专程从大里赶过来 那才叫好热闹哪 宣慈方丈 少林七十二绝技不过如此 那这个绝字 是不是要改一改了 国师果然神奇 就不必要再咄咄逼人了吧 其实以小僧之见 少林寺不妨今日起就散了 各位高僧各奔虔诚 难道不比在这个浪得虚名的少林寺中混日子要好得多吗 国师想以一人之力灭我少林吗 不敢 不敢 小僧今天只是想见识见识中原武林的泰山北斗 到底如何庄严宏伟 以小僧看来 少林寺还不如大理国的天龙寺 出家人没有争强好胜之念 我是说少林寺不如天龙寺也好 天龙寺不如少林寺也好 正所谓佛无南北没有差别可言 九木玄迹大致的拈花指练得出神入化 今日有幸得见是小僧的福分 太师傅 太师傅 不要运气 不好 国师的拈花纸工如此了得 老大佩服了 太师伯 他使的不是拈花纸 也不是佛门武功 孩子 是拈花纸工 是拈花纸工 小和尚 你说拈花纸不是佛门武学 那少林绝技都是什么 我玄机太师伯使的拈花纸自然是佛门武功 你 你使的那个不是 好功夫 你来接我一招班若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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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和尚 我今天来到宝刹 是要领教少林武功的 小僧资质愚钝 少林功夫只学了一套罗汉拳 一套围陀掌都是少林的入门功夫 哼哼哼 要是这样你就退下吧 许主 许主 你是本派的第三代弟子 按说你没有资格和吐蕃国第一高手过招 但是国师万里远来良机难得 你就用你的罗汉拳和围陀掌 请国师指点几招吧 是 国师 小僧得罪了 原刘 大百合 大百合 Santo 大堆 大脣 大百合 大百合 老师父 糊了吗 少林连环腿 好魅力 你怎么老用黑虎投心这一招啊 这是燃木刀法 他真会 这么多少林绝技啊 灰轮师兄 驱逐的功夫是跟谁学的 若这哪是啊 这我也不知道啊 如影随心腿 龙爪宫 对 正是少林连环 正是少林连环 七十二绝技中的龙爪宫 过世 手下留情 国师如此身份 还斗不过少林寺一个小辈 竟然起通袭 实在不成体统 发明的东西 拿进来 不要杀他 是 少林寺一多打扫也就算了 怎么还藏我女色 百年圣玉 原来如此 今天 我可是灵教了 少林寺戒律森严 必会秉公宠治 此事与国师无关 国师一路奔波劳碌 请先往客舍修行 待老衲查明真相 国师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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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竹 善犯 杀 银 昆 酒 四大戒律 罚当众重打一百棍 多谢太师叔慈悲 弟子虚竹愿受责罚 你擅自学旁门武功 从此以后 你就不是少林弟子了 弟子死不足惜 敢请太师叔 不要诸我出四 你既为逍遥派的掌门 又为飘渺风灵鹫宫的主人 应当出四还俗 不能再做佛门弟子 少林寺对弟子恩义深重 弟子不孝 有父众位教诲 众位师父的教诲 弟子永生不忘 慧伦 弟子在 你身为虚竹的授业师父 没有好好教诲 责无旁贷 罚你授杖三十棍 弟子知错 愿受责罚 太师叔 弟子愿待师父 领授三十杖责 既然如此 虚竹受账责一百三十棍 虚竹现在还是少林寺的僧人 出四之后 你就是逍遥派的掌门 灵鹫宫的主人 与本寺再无瓜葛 本寺上下虚加礼敬 皇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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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皇帐 江湖割入英雄几大帮派 前来拜山 走 看下去 请吧 请吧 虚竹 万法没有高下 在哪里修行都是一样的 从今以后 一定要记住住恶末座 众善众计 回僧坊收拾收拾 下山去吧 是 弟子想受完账责 再下山不吃 Infrastructu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